利用截交頭套假扮成為白人長者 成功登機抵達溫哥華華裔男子 明天將會接受難民身份的機留聆訊 她的代表律師表示 該名男子來自中國福建 有關部門正在核實她的身份證明文件 張欣廷報導 成功由香港登機 搭乘加航AC0100航班 抵達溫哥華華裔男子代表律師 今天在接受訪問時指願透露 初步證實該名男子來自中國福建 年約二十多歲 現正被拘留等待難民身份的機留聆訊 Ranking也相信 該名男子不是個別傳媒報導中的高智商罪犯 案件背後應該有其他偷渡人蛇集團參與 表示個案和其他難民申請處理無異 提供自己受到迫害 提供自己受到迫害 Ranking也補充改變容貌、外形打扮、製造虛假身份文件等偷渡方式都十分平常 而利用面具頭套的方式則不多見 因為難度甚大相信不會引發更多雷痛事件 但他亦認為政府應該檢討事件中所存在的安全漏洞 至於有消息指該名男子是辭交行的飛行理數卡登機 交行方面就發表書面聲明否認 但表示會對香港機場的交行工作人員 和負責核對護照的合約商進行內部調查 新時代電視記者張欣廷報導